这就是英国的农村 这就是英国的乡间小路 喇叭腿的骨子和影风表扬 三街头的皮鞋还差点更凉 英国的小街道啊 小村小店 没人啊 要说养老啊 就上这儿来 是不是 有朋友们想起来的话 我就带你们逛啊 朋友们在城里呆逆飞了 出来转转 今儿来到一个离伦敦的一个小时的汽车 一个小村子里面 我说跟朋友一块吊着喝杯咖啡 感受一下这个小村里的生活 是吧 这点呢就是这个小村的这个标志 在我后边呢 这是一个这个这个纪念碑是这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小村里的这个这个年轻人啊 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跟德国人打仗户了 这些人都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呢 这边小村里呢 这边小村里面为了纪念他们这些小伙子们 然后呢就是立个东西的一个杯啊 上面那杯啊 上面那小村里的 这儿居然能发现一个图书馆 小镇子图书馆 来到一个小镇子的咖啡馆啊 看看当地的老人啊 中年人啊 站着来吃早点啊 喝咖啡啊 嘿 挺古老的啊 那么 现在 走先来看看这个小镇子里的生活啊 九宝钱 一百块钱 ok 到了村里了 咱得尝尝村里的咖啡什么味儿是吧 虽然没什么豆浆豆汁的 豆腦 咱来杯咖啡 喝吧 嘿 还是把自己这个老百姓 用老百姓做的蛋糕啊 这这这这 还有 还有 这 鸟子这个啊 这鸟子 自己做点一下啊 做的蛋糕啊 香蕉子 咱尝尝啊 这小镇子 还真有不少老房子啊 在我身后这个啊 估计得三四百年了吧 这老房子 太漂亮了啊 这小镇子就是一个安静 估计这房子便宜 是吧 要说估计啊 也就一百万人民币 齐活了就了是吧 你四款享受自己有花园 养两头猪啊 驴 再 喜欢的朋友 喜欢动物的朋友 再养两头驴 是吧 挺舒服 是吧 小村里的房子 都是特别特别古老的房子啊 这些老人呢 也都在这生活上 啊 这一头 我爱我家 中国的这个 中介公司 把这房价全都放上去了 我也买不起 这种房子 这种老的 原来也养牛的 养羊的 也跟房伟 什么 就说这俩人 也都是 牧民 或者是农民 啊 都愿意住这种老房子 太漂亮了 这是农村的理发店 啊 农村人也得 美美啊 是吧 也得 打扮打扮 是吧 也有烫头的 哈哈 这房子也太小了点 是吧 是吧 我这么有名的人 他住这儿 他有点委屈啊 是吧 等我有钱了 我把这些给买下来 带朋友们一起到这小村里转转 是吧 咱 这么多朋友 喜欢这视频 这房子我买了 正好又上厕所 真发现一个咱们 跟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 有点像那个公共厕所 你没想到啊 这小房子 英国以后这种 公共厕所啊 跟农村这个 咱们那个 我看里头是不是蹲着的 还是坐着的啊 要说蹲着的 我还真不习惯了 是不是 蹲不下去了 关键人 是不是 这玩意 没功夫了 是不是 蹲厕所 蹲根得有功夫啊 是不是 咱们这没功夫了 现在这 这功夫蹲哪去了啊 先下个厕所 还挺厉害的 还挺厉害的 这厕所还挺干净啊 但是 它不是冬村 就这么点小村 还一座村 还有热水 可嘞 我算是福了 是吧 还有热水 这厕所是 这厕所是 估计啊 没人上 就我一人上 这晚上 村里没人呢 是不是 说一些话 这农村住的是真舒服 是吧 等哪天我到大厕所啊 准备上这来 养老 我心说了 大城市 我呆够了 我得想弄村来 羊啊 弄猪 弄几头驴 是吧 弄在医院的鸡 就这么活着 是不是 朋友们 我今天呢 就拍点日常生活 感受感受一下 这个 平时的老板平时 怎么生活的 是怎么活着 是不是 谢谢 再见哥们 谢谢你们啊 有功诸见